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名字叫蔡尊清洁 说的是在梁朝的时候 有个叫蔡尊的官员 他为官非常敬礼 爱护百姓 而且文武双全 有一次一个叫吴承博的官员起命造反 来攻打蔡尊治理的吴兴城 城内的百姓人心惶惶 就连下属都劝蔡尊撤离躲避 那么蔡尊会怎么做呢 下面啊 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蔡尊清洁 梁朝的时候 有个人叫蔡尊自警洁 在吴兴做太守 当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他为官非常轻正怜民 绝对不拿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即使是一分一毫也不行 有朋友看他生活的实在清贫 就拿来一些东西送给他 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蔡尊在做官的时候只喝衙门里的井水 用政府发的微薄工资来维持生计 他在自家的门旁种了几株紫色的茄子和小辣椒 作为日常的菜书 有亲朋好友来他家做客 蔡尊也是用自己种的菜招待客人 幸好大家都清楚他家的情况 了解蔡尊的为人 有时 他们也自己带菜过来和大家共享 他们并不讨厌这样 时间久了 连皇帝也知道了这件事 还经常在其他大臣面前 大大的赞赏蔡尊美好的品格 并且下了诏书 赏赐给蔡尊一百两金子 接到金子后 蔡尊开始很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笔钱 他走在街上 手里拿着放金子的盒子 这时候 突然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孩子跑到他跟前 一下子就跪在他的面前 可能是由于蔡尊被这个场景吓到了 一时没有反应 这时 只听小男孩恳求说 大人 求求你心心好 帮忙救救我的奶奶吧 蔡尊赶紧把小孩子拉了起来 蹲下来问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我会帮你的 小男孩儿便哭边向蔡尊说明情况 原来是小男孩儿的奶奶生病了 没有前医治 于是 蔡尊就在小男孩儿的带领下来到了老奶奶家 看到病床上重病的老人家 蔡尊的眼眶顿时就热了 他安顿好男孩儿和老人家后 最后给了男孩儿一顶金子 然后就离开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 蔡尊突然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笔钱了 他决定要用这些钱买很多药材 任何没有钱买药的穷古人家都可以过来免费领取 两个月后 蔡尊被升为信武将军 因为他是朝廷上为数不多的能文能武的全才 在天剑九年的时候 天下大乱 各地官吏纷纷造反 都企图自己当皇帝 那时候 宣承有个官吏名叫吴承博 此人使用阴谋诡集集结了很多人 把宣承县城攻破了 并且杀死了那个地方的太守 紧接着 他就来攻打吴兴 吴兴城内所有百姓都人心惶惶 生怕县城被攻破 这时 蔡尊的一个属下劝蔡尊 大人 请出去躲避一阵子吧 要是城池被攻破的话 那个时候再逃就来不及了 蔡尊本来在闭目养神 听了这话之后 缓缓地走了下来 轻轻拍了拍属下的肩膀 可是随即而来的就是响亮的一巴掌 下属捂着脸 不可知心地看着将军 隐隐的怒气被努力压制下去 然后低着头不说话 只听蔡尊说道 我们是朝廷的将士 使命就是保卫家国 怎么可以为了自身的安危 置百姓的性命于不顾呢 下属这时候明白了将军的良苦用心 噗通一声 跪下了 向他认错 蔡尊在心底一叹口气 说道 你下去吧 传令全城将士死守城池 不准临时脱逃 其他的我们再做详细规划 后来 吴承博被打败了 他的同党也被蔡尊打跑了 蔡尊女次升官 做到了立不尚书这一职位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没有惊心呢 如果没有的话 很遗憾 我们只能下次再讲了 蔡尊女为官连结爱民 因此得到了百姓的喜爱和皇帝的器重 一次次被提拔 最后做到了立不尚书的职位 在他还做吴兴太守的时候 宣城县的吴承博起兵造反 攻破宣城县之后 就来攻打吴兴城 吴承博是一个暴力狠毒的人 所以老百姓都害怕他 就连蔡尊的属下都害怕的劝他逃跑 但蔡尊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 不但惩罚了属下 海下令将士们死守城门 最后终于打败了吴承博 小朋友们 蔡尊作为吴兴城的太守 保卫城内百姓是他的职责 他誓死守卫吴兴城 是尽职尽责的表现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哦 作词 编诞 李宗盛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曾经摩ember《��宣记》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